那下面我們看一首也是來到杭州 然後要不久回朝廷的時候所寫的作品 《八升甘州》在222首書本的350頁的地方 其實上個禮拜最後也約了提到過一個背景 但我們今天還是可以從頭開始來看 這樣的一首詞 跟之前東坡的松北詞有什麼樣的不同 那我們說松北有兩類 一個是你的朋友離去 以辭相鎮來送給他 一個是東坡要離去 本人要離去 朋友來相送 那這一首應該是後者的 他是要寄給生了子 那東坡說要離開杭州 重要是因為在這中原有的六年 那年的三月五十六歲的東坡 奉調回到京城 擔任了漢林學士 離開杭州時候就做了這首詞 給他的一個好朋友 有生牛子 應該是之前的東坡請了 生牛子出來 主持了一個 治國精涉的一個工作 所以就以起來隱姓 然後寫著這句詞 我們現在回頭就看看 這首詞的內容好了 那有情風萬里卷朝來 無情送朝歸 問前堂江上西心撲口 幾度撒毀 不用私糧金骨 撫養習人非 誰是東坡老白手王姬 記取西湖西畔 正春山好處空翠煙肥 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息 約他連東環海盜 願謝功雅之莫相為 西州路不應回首 為我戰役 後面的一個段落 有關謝安的出來作詞 或許的不得歸去 引起他的外生 楊潭的那種感傷 之前我們一直都有說 說過這個故事 你看東坡隊 這樣的一個典故 它是非常的熟悉 所以這裡就不自覺就用到這個 那東坡跟生寮子的認識 是在他之前擔任徐州之州的認上 大概元峰元年1078年 那時候是秦少游秦官來拜訪徐東坡 同時就引見了生寮 生寮了他都叫道前和尚 他的字都生寮 俗姓陳 那他也能詩文 跟東坡就一見如故 那中文是因為他竟然是出差人 可為人很剛直 喜怒行於色 而且常常的擔面責任之過 脾氣就比較不是那麼平和的一個人士 跟東坡當然都是心情中人 那這之後他們交往很密切 當然我們這裡沒談到更多 當東坡剛到黃州的時候 生寮子就千里迢迢來相寵 也住了一段寓寺 後來東坡離開杭州的盧州去 途中也跟蘇東坡同遊盧山 那之後東坡就請他出來 杭州擔任了一個治國精神的主持 等到東坡晚年被貶折海南島窮州的時候 生寮子還是希望能夠跟東坡一起過海 到那邊去的 不過東坡後來寫信跟著他 再以勸阻才罷了 不然當然東坡跟他開玩笑了 你都那麼老了對不對 他還有我照顧你很麻煩 生寮姐還是不放過 還是派他的大弟子 還陪過東坡一段路的 可見兩個人交往非常的一個深厚 唱和的詩很多 詞就比較少了 那這個時候東坡離開杭州 比較特別的是 東坡不是用一般的歌曲 用詩跟生寮子來對話 就選了一句詞 而且詞牌是八勝甘州 八勝甘州的深情 它是一個 我們知道來自甘州西域的一個歌曲 東坡對劉勇的字並不敢恭維 覺得他寫的太多 歸門銀碟之語 太過悲下通俗了 並不欣賞他 可以說東坡剛開始在杭州填寺的時候 他心中的假想對劉勇 但是你看到三年後來到蜜州 他寫張成子的時候 老夫聊髮少年狂 他跟朋友書宣布寫到 他已經沒有劉漆朗的風味 別是一家 他覺得就要劉勇之外 要創作另外的問題出來 但是這裡面就 他居然拿起劉勇熟悉的 大家熟悉的劉勇這些八勝甘州來填寫 不過東坡對劉勇基本上不那麼欣賞 可是對這首寫《紀律情懷》的八勝甘州 東坡是有很好的評語的 曾經他說過 透氣前面的幾句 其實非常的一個澎湃 他說詞語於詩句不見唐人高處 給他非常高的評價 東坡本來是以詩為詞 能夠寫唐人的高處 唐人詩歌的情味的話可不簡單 顯然東坡是熟悉的這句詞 也知道它的好處 那當他要離開杭州 送給山寮子 他居然就很有意地 就用了這個詞牌 而且前面的幾句幾乎 就用到非常有氣喪的一句 書寫的那種情懷 那當然他跟劉勇的詞有不同的地方 劉勇所表現的是 是秋天的時候秋勢意感的那種悲傷 我們說春旅是秋勢悲嘛 秋勢意感 那寫的說人在江湖 面對花草凌絡 甚至時空流轉的哀嘆 寫起來是相當的稽切 而東坡不是 東坡要寫的就不是秋天悲感的情懷 他是要藉這個詞來表達一種面對離愁的態度 那對方是一個出家人 應該心如止水的 但東坡卻挑一個呢 深情機切的一個詞牌來給他 我覺得東坡有意要挑釁這個山寮子的 看你還動不動情 那我覺得這個詞很有趣 東坡在這裡面 你不能靠他表面的意思 表面其實整個背後有另外一種意思的 所以讀這個詞常常有些詮釋者會讀錯 因為東坡還是有一種感傷 怕回不來了 辜負朋友的期待 希望能夠及早回到杭州來 有種感嘆 或者說他接著去杭州 充滿了忐忑不安的心情 我覺得如果這樣的話 東坡都沒看透了 那這樣的話 深了解如果因此 東坡不能回來 落淚悲傷的話 他哪是真的得到的出家人呢 有一種那個背景裡面的推測 東坡不可能是這個意思的 所以這首詞我覺得 有一種比較開玩笑調侃的味道 東坡有時人 我們從前面看過他寫林章先 送給錢幕府的職人知道了 對不對 人生活義是行人 東坡對於一種人生的離別 有一個比較通透的一個看法 那種超框的一種情味 不止於因一趟的離別 而產生了像以前剛來杭州的 那種悲傷的情緒的 不然他枉費他走過 兩種釘風波的一個境界的 那我們還是回到詞裡面先看看 東坡怎麼寫這句詞 他說 有情風萬里卷朝來 無情送朝歸 東坡先廣泛去討論一個事情 但如果大家都沒有忘記的 東坡在錢赤匹夫裡面 談到一個變與不變的問題 當時他認為 這些不變者而觀之 當然一切都是瞬息萬變 這些變者而觀之者 一切都變化 這些不變者而觀之者 實際上物與我都無淨障 沒有辦法 沒有終止的 都是永恆的存在 所以這種詞實際上 也立在這個觀點上 裡面去論述這個問題的 變與不變的問題 一般人當然是執著變化 然後在趕上的時光的消失無賴 東坡也同一個時候開始的 他先寫了 他說 有情風萬里卷朝來 無情送朝歸 好 這個如果正在順庭所寫的 就是眼前會看到錢塘將的 這個時候未必有錢塘將朝 不過他們當然有看過 聖流寫在這邊住了 然後東坡也來 二度來到這個錢塘 他以前有個 那個爛逃沙也寫過 觀看錢塘朝的一些狀況 所以他對這個熟悉的 當然這個是從這裡面來發端 那看呢 朝來朝去 有情風萬里卷朝來 無情送朝歸 周期不變而來講的話 朝來朝去很自然的一個情況 無所謂悲歡離合 來來去去都是一樣 但是對人來講 如果你執著很多事情的話 當送來美麗的壯闊的錢塘將橋 我們覺得 天地好像為我而設的 多麼的期待 他來到我們面前 所以認為是天地仁慈 帶來我們這樣的美景 讓我們去享受 所以我們就很感激了 其實認為是有情風 所以把那個朝送到我們前來 好了看完之後呢 當那朝水退了 你覺得有這種暢然 為什麼再看不到 又等到明年再來 就感覺到天地 還是有一種不為人 留下更長久的美好的景色 就怨嘆起來 是無情送朝歸 所以先開篇講出來 當然這個詞的對象不是別人 是生流子 這個道理雖然生流子有殘破的 怎能在這有情無情裡面打滾呢 都不是寫出一般的線上 但是我跟你就是不同 我們超越這一切的 當然朝來朝去 在產生很多的情緒 其實跟朝水本身不相關的 因為他根本無與唯有情感 人的所以生出好惡之感 來源於主觀的一個執著 所以說東坡寫出 是一般人的一個情狀 他後面還寫出他自己 如何去看破這些東西的 有情風萬里捲起來 無情送朝歸 接著他就說了 問前堂將上 悉心撲口幾度俠會 當然人看到每天的太陽 愈生愈落 會生出無限的感嘆 因為人的歲月有限 像之前驗書不寫過嗎 無可奈何花落去 自成像是驗回來 那之前一句是 夕陽夕下幾十回 每個人看到太陽下山 我們能夠觀賞 多少個美好的太陽下山的美景呢 但是在大自然來說 這個也是很適中平常 每天就有愈生愈樂 如果自己不辨解觀之 本來就是很平常的事情 無所謂起落的一個事情 但人就會有所感嘆了 都也是站在這裡面去論述 當然你看你從哪個角度去看它 如果你暫時人生的事業有限的話 那你就會問了 在前唐將上西星浦口 這兩個都是杭州著名的地方 西星浦口 浦口 渡口 在前唐將的南岸 也許大家都常常去遊玩的 唯必是 當然曾老爺跟朱東坡 當然都去過 當然也許 一般人來到杭州 必然去到一個美景 在這邊看到太陽下山是蠻漂亮的 但是我問問看了 你能夠看幾回太陽下山 但如果你真的從一般人來的時候 人就會很深的感嘆 的確沒幾回 因為你從變化的人生去論述 去體會這個事情 但東坡有談論 我們一般人都是這樣的 會感嘆這樣的情形 好 但東坡在擴大來講 幾道學會 如果一天你這樣體會的話 他覺得你就會體悟到了 你不需要花太多時間 要了解我們的歷史人類變化的 如果你一天有這種 即珍惜有感傷 從變化來觀察的話 他說你不用思量經骨 我們從你來類推吧 從一天的事實 來推論 你就不需要去細心去計較 那個時間 是這個變遷的歷程 為什麼 撫養習人非 那就在我們的一低頭 一抬頭之間 人世就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一低頭一抬頭 就已經變化了 那在哲學裡面也無所謂現在 所以現在隨時都在過去 當你要肯定當下的時候 已經不在眼前了 所以在實境的本身是流動的 古就是經 經就是古 瞬間都在變化 如果我們執著於任何的時刻的話 無論長短遠近 都會陷入相對的困局當中 會產生了各種的皺寬心願 頓身無謂的煩惱了 如果人能夠參透這一點的話 不執著明確這種傷罪的心 那就快樂得多了 東方前面論述都是一般人 從變化的人的角度裡面去思考的問題 但如果從不變的話 你知道根本就不需要在乎這個 要打破那個執著的面相 然後到一個更超然的態度 最後就寫到他自己 誰是東坡老白手亡疾 多謝李當然也很驕傲跟他的生流子 你從另外一個角度去参照 得到你的生命的智慧 我也從人生之中 各種變化不變之中 來了誤人生 我們是殊途同歸的 多謝裡面是安慰他的朋友的 我不會因為今天李白的感染 也不會因為回到朝天有什麼得意之感 不需要的 因為他覺得自己 誰是東坡老白手亡疾 亡疾亡疾亡疾 我們講過一個故事 就有個年輕人去海邊去玩 結果很多的歐陸與他為伴 飛下來跟他在一起 第二天他的爸爸跟他說 你能不能幫我抓個海鷗回來 結果他再去海邊的時候 殺鷗都不飛下來的 因為他就有一種 想捕捉他的心 這種就是所謂的激心 一種厲害的激炸之心 要忘記就是拋棄這種 占有的去擁有事物的心情 東坡過去當然曾經也很焦慮 但五十六歲的他寫這個詞的時候 可有不同的體驗了 他說誰是東坡老 但東坡也不許說誰是 那個東坡是他自己的好 內在裡面經過一番淬煉而得來的 我們曾經前面看過他的如夢令 他如會在朝廷裡面呼喚他的心思 他的東坡居士的名號 他又把兩個合為一體的 身心合一之後的一個東坡 他說誰像我東坡居士這樣的 以年歲經驗換來的生命的智慧 誰是東坡老 老是事實 一個是生理 我的確是已經老去了 五十六歲 但是呢 白手王姬 白手是生理產生的現象 我的確頭髮變白了 但是我心裡面不會因我的老去 而變得很衰弱 而我能夠達到王姬的一個境界 所以在這個年老 催念出更高的生命智慧了 人雖老也許也會物化 但生命會達到更 平和的一個階段 那這個時候 已經隨緣自是 免除了基辛的 把種種謀慮都忘去了 那能夠忘得是超然物外 自然就無懼於時間的變化 不再患得患失 而能行於所當行之欲 不可不止的 所以東坡居士的意思 就說了 這一趟離開杭州返回京市區 對他來說 心裡感到是 沒什麼樣的 就是一種來去是一樣的 不像前面所說的我一心 更一部寫出 您超過這種人生送別 這個相對的事情 這使他要告訴他的好朋友 生了子的 白手 因為王姬何不在乎 一定要你在我身邊 才是要我們相聚 離開的也不存在 你永遠都在 因為我們已經超過眼前的線上的變化的一個面貌了 我們掌握了一個本質 這使我們要留意這個背景寫作 他不是隨便寫給一個人的 他用詞來送給這個生流子 而這個詞是 語調是激然變化 事實上是動情的 但東波並不跟你講 談道理的無情 他說情理是一體的 並不能夠完全把它割離開來 所以他也覺得 並不害怕 有一個詞來送給得到的高生 有什麼關係呢 對不對 用東波跟人談 學問的時候 用豬肉來比喻人生一樣 又何妨 是你自己太在乎很多的一個物傷 自己被困住而已的 好 這個是一點 當然我們東波也繼續說了 當然我們說超人為不是 人的無情 什麼樣的都超脫 也不是的 東波的哲學是一種比較 現實人生的結學 化在生活當中 不是抽上去講一些概念 那我們的道學家就是談的 人要無情妄情 有道路 絕對的一個靈靜的 很理性的一個天地 但東波也不是的 情理是一體的 所以下面呢 他更想說的是 即使在短暫的人生中 也有值得珍惜的事物的 剎那就是永恆 當下就是有意義了 就何必在乎他之後的變化呢 其實東波也更進一步去論這個問題的 他說 記取西湖西畔 正春山好處 空脆煙肥 好 那麼講到這個 我們跟杭州一個地方的一份姻緣 那 回想了 我們想想看 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看過西湖的空明清脆 煙幕迷茫的春山景色 反覆正生在其間 但你回想起來 就在當下了 他並不因為 眼前不見得不存在 因為他 事實上我們曾經參與過這個事物 那 所以每當你回想起來 這些景象的時候 他就永遠是那般的美麗 他不會因此而消失的 他就在你的心裏面 跟你的生命 永為一體 我相信只要你這個政治 但你回憶當下 他就在你的眼前 回憶當下 就跟過去結為一體 無所謂過去 現在 你沉醉在其中 就在當下 然後呢 還有一點呢 他跟這個好朋友說 算是人相得 如果與君息 我相信 真了解 得到東坡這句話 應該蠻感激的 東坡居然 東坡是一個人人敬仰的 一個讀書人 每個都是跟他相交 而東坡 也不是隨便跟人交往的 但東坡呢 去了很坦白的 很真誠的 跟聖劉手說了 算是算的 歷史上的詩人 能夠成為知己好友 親密無見 像你我一樣的 在世上是不多見的了 你看這個是對友情的極 非常重要的一個肯定的 這個肯定是絕對 我們形容為一體的 不會分彼此的 不因為我離開我就不存在 或者見不到你 就不在我的心中 不是的 那瑩瑩儒通常說 不思量 當然不能用不思量之良 本來永為體 根本也不回來 再特別去想他 所以說了 東坡就認為 曾經用心用情的 對過人 對過事物的話 記住人間相遇的美好 這樣的情 會永存在你心中 永恆不變的 這就是三流子 非常推心致富的 展明他的話 所以你說東坡仔 講到這個話 會因為離別而難過嗎 已經沒有 他已經超脫一種是非得事了 你跟我已經永遠在一起 現在人生只走這段路 現在我去了 我的隨意願回到京城去 不會因為回到京城 好了 那後面東坡就 人是這樣的 心情寬敞的時候 才能夠開開玩笑 東坡就跟曾經就講 這個同樣的故事 之前他也用過 不過呢 態度上是不同的 他上面說了 約他連東黃海盜 用謝宮雅之 莫相為西周路 不應回首為我戰衣 這個故事大家很熟悉的 東坡一直很仰慕 東晶時候的謝安 那當前面他送給弟弟也寫過 以其不早退為戒 對不對 要勸勉他的弟弟 我們就不要了 像謝安一樣的 在公民路上耽擱太久了 害得自己就沒辦法睡院 那謝安時候 只要年輕時很有名望 卻是隱居在浙江的會計 之前三歲 大概四十歲左右 出來做官 他最有名的 當然打一個肥水之戰這一 打敗了前行福建 建立了大功 但那自古以來 所謂的功高見急 是安在朝中 就遭到人家的懺悔了 之後他本來就沒有 繳居朝廷的打算 出政新城的時候 準備放海的行裝 打算等政務穩定之後 就要從海道回到東山去 這故事大家都熟悉的 那不留在新城他生病了 只能反京城去治病 結果經過西州門 不久就死在建康 那當然最後退隱的希望就落空了 實際上非常賞愛他的外甥楊潭 那所以謝安死後呢 楊潭就不願意再經過西州門 怕出境傷情 但有一天他喝醉酒 結果不知不覺來到西州門 一想起他的咒咒 謝安一時悲從中來 就痛哭不已了 東北就反用這個典故 這是證明以前他有用過 就太容易遺憾 但東北用的典故 你比喻自己 將來一定會有退隱之志 所以他深了解 就不會像楊潭一樣的 為我抱憾而悲傷的 你看到表面的時候 一般都認為 東北這一番反境 心情是非常複雜矛盾的 很想離開政治紛爭 辭慣歸隱 因此這首詞 最後寫到 功臣身退之後 與楊潭謝安的生死交易來相企 內心的孤寂與成慾 與此可見 這是很多現在的人的評論的 但是我們就想了 已經忘記了東北 怎麼會有轉為憂慮不安呢 他已經忘記了 有情無情 他已經從不變的角度來 來超脫這眼前的一個變化的現象了 而東北與生鳥子既然也相得 生鳥子也是一個得道的高升 兩個人在這個地方說 難分難死怕我以後不能歲月回來 我不能回來了 你就會為我痛哭流涕 我覺得有點太額慮情懷了 我當然不會這樣 所以這裡面 謝安的典故在這裡面 中在雅之不為 雅之並不一定是在行跡上 一定要歸隱在某處 心中已經身心合意了 縱然人在江湖 心也會隱歸在你的內心 對底層的地方的 不知道是有沒有回到一個地方來隱居 因此無所謂回不了他的故居 勞揚禮的朋友 而為此感傷 所以這裡面呢 這個典故不能從實的地方去理解他 應該從比較虛的地方去體會的 萬年級東坡言外之意 不在乎他的身體是不是能夠隱退的事實 而是心已安此之不移 出入已經沒有什麼掛隱了 當然這裡面呢 如果這樣的話就不會有 我有什麼的遺憾 也不會引起對方的一種悲哭之事的 那當然從聖劉子來講 他已經參透生死 又整會多情感告感救 如楊潭一樣為我佔議 當然也不會的 所以這些話我覺得東坡分明 終有意來調侃他的好朋友聖劉子的 我看你能不能這樣 我不在乎來不回去 但是你真的認為我不回來 你就會哭泣嗎 當然不會 所以後面的話有點開玩笑 那這首詞實際上呢 從有情無情開篇 從朝來朝去開始 談到王姬 所以說多了不能忘情 處處都含有殘家的 殘宗的那種疾風之意 言之中裡面你不能看到表面 實際上那種刺激裡去思考 跟底層的東西的 當然如果不是身教好友 東坡不會用那種既裝又邪的 那種相見的言詞來表達 既好像很嚴肅 一方面也很幽默 既很莊重又調皮的 跟你開玩笑 應該是執照好友 東坡才會煙譽這樣寫出來 所以讀這個詞裡面 一定要打破文字的一個表層的意義 抓到他的一個核心的一個精神 才知道東坡為什麼用這樣的詞 來給身留子 我回到來看了 八聲甘焦 既聲了解 本來就是一個矛盾 聲了解是一個得到的高聲 八聲甘焦是 所以那個樂調非常激昂波動的 善於表達一種很哀傷悲怯的情緒的一個歌調 東坡卻偏偏用那個來給他的朋友去看看 你領悟一下詞情的意思 但一言外之間 你要能夠在這個矛盾之中先有一個不變的東西 只有他們兩個朋友 兩個之間才能夠深切體會出來 我們一般俗人這樣看 只從一個表面去看他 以為東坡還有一種人生遺憾的時候 其實裡頭真的沒有參考他的真正的意思 東坡že是一個 開玩笑的人 面對朋友 她也不像評價一樣的 寫首序告訴我 但是她的 Macan 她故意調懂你的情緒 看看你能不能了慕 當然紫對書也不是隨便會動情的人 這個詞叫很微妙 对于跟他前面 在第一次来到杭州时候 写的宋别字很不一样 典故是同样的使用 但是他的用心是不同的 所以读这个词里面 要出更深的地方体悟 尤其东坡居然能够写出 谁是东坡老白手王姬 如果他那么肯定自己能够 既然头发斑白 却是能够忘得失 超越生死的话 他何来有后面 不能回到这个地方的遗憾呢 不可能了 除非他自己自我 之下矛盾 所以后面的话 实际上是姑且看他罢了 他是有一种调皮 一种挑衅情绪的一种方式 那这个词要慢慢体会 这个还能看到东坡这样的词 但是这个词 看了东坡 蛮能够掌握一个 词情的一个语调 尤其前面的开篇 有无之间的 但读这个时候 我刚才说了 回到东坡的前妻必复 开始看看他如果从不变 已经变了 去思考人生 才知道他真正的意思 然后这个是八生干州 我们第一次看到 当然这些我们选的词 都是有它的相对的意义的 那前期我们看到很多送别的词 我们后期呢 又把它的林江仙 送朋友离去 还有现在他离去 刚好一提了两面 来看看呢 经过十几二十年之后 然后来到杭州 同样就写同样的课题 其实东坡已经有不同的生命体验 在词心的表达上面 当然已经有所突破了 跟之前的体会是大不相同 好了 我们下面呢 就在一个课题里面 也会比较的 之前我们看到东坡 写了好几首到平山堂 或者回忆平山堂 平山堂的杨州 是欧阳秀曾经在那边围观 搭建这个平山堂 所以东坡呢 没经过杨州 必放平山堂 但是都产生这种啊 受盐万事转头空 未转头是事梦的那种感叹 有经过多年之后 经过东坡的这段坡折 现在不止去平山堂了 去了欧阳秀席域座官 最后死在的一个地方 那他就再写了一些词 下面呢 我们看到223首的 一首木兰花令 东坡词 有很丰富的人情世界 朋友之间的来趣 长辈之间的玩法 他们更重要 他跟欧阳秀的那种师生情缘 在词里面从早期到后期 但这首当然是更由衷地表达出 他跟这位老师的心灵相弃的地方 这首呢 就不是从一种人生如梦的哀伤里面 去讨论的 对不对 人生如梦是东坡从中年以后 去体会的 但东坡并不放过这点 不断地思考 但如果人生如梦是一个事实 我们去了解到 我们无法去掌握 掌握人生的种种 的确有一种很虚幻不实的感觉 但一个人如果很在意他 每个梦他都认真去思考 而诚恳去面对 终有一天 他会从人生如梦之中 会顿悟 有所顿悟 会了解到梦之外的一个 某真实的一个存在意义的 人者最怕就是 多有人生如梦之后 不真正思考 什么都放弃了自我的主张 没有自我意识的时候 当然就是另外一回事 但东坡并不如是 我说东坡很认真去处理 人生如梦的课题的 什么的梦 梦由心造 你不要让你的梦 完全被外在所操弄 所谓的命运所摆布的话 我又是人也可以在一种 有限的范围内 你会决定你的梦的品质 肯定它的生命意义的 只要你认真去 去面对你如梦的人生 每一事每一物 都用很坚定的态度 敏感的心灵去体会它 去省察它的话 终有一天 你会从人生如梦里中 虚幻之中 会抓到一种真实的一种情味 多么就是有这种能力 所以你并不害怕 人生如梦这个课题 看着你能不能诚恳地认真去面对它